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 进步 成长 今天秋子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要成功 你身边需要这两类人才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因你们而精彩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在于 自己有多么优秀 而在于他周围的人有多么优秀 特别是对于身处高位的人来说 尤其如此 有学者对李自成的失败 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身边在文武方面 都缺乏一流的人才 也就是说 你要想获得成功 你的身边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 那些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帮助你走向成功的人才 第一类人才 有特殊的才能 是你所不能及的人 南加州大学校长史蒂比·桑普尔 在卓越领导的思维方式中 曾经提到一个哈利规则 根据哈利规则 如果最高领导者的综合能力 只有90% 那么他将雇佣相当于 自己能力90%的人 即这些人的绝对能力为81% 依次类推 这些绝对能力为81%的人 所雇佣的人的绝对能力 就会降为66% 到了企业第四层 雇员的综合能力 绝对值只有43% 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一个领导如果不能任用 比自己能力强的人 那么整个管理团队的综合能力 将会直线下降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你自己 问题更糟糕的是 我们很多人 没有能够避开这个哈利规则 在潜意识里 不自觉地排斥那些 比自己更聪明 更有学识的人才 这是因为许多领导 担心能力出众的下属 会让自己相行见处 甚至担心对方会影响 自己的前程和发展 这导致他们更多的是 招聘一些与自己相似 或者不如自己的人 只有那些优秀的领导人 才懂得欣赏 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 并想办法 把他们招募到自己身边 像那些历史名人刘邦 曾国藩等都非常爱财 尽管他们不是特别能打仗 但他们手下的人 却个个十分能打 最终打败了 比自己强大的对手 在现代商界也一样 像柳传志 任正非 王石等并非拥有 特殊的专业才能 但他们在各自的商业领域内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与他们拥有一批 优秀的专业人才 有很大的关系 史蒂夫·乔布斯 在管理、技术、运营 设计等方面都不具有突出的专业才能 但他的手下却个个不凡 如公关奇才里吉斯·麦肯纳 帮助乔布斯 成功摆脱了纷纷扬扬的天线门事件 令众多媒体观察家惊叹不已 运营高手 币姆·库克来到苹果九个月 就将库存期由两个月压缩到六天 最后达到惊人的两天 设计天才乔纳森·艾维更是为苹果设计出了改变世界的iPod iPhone和iPad等伟大产品 苹果能够在短短几十年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T科技企业 并一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就在于乔布斯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找到了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 松下幸之助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 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成为经营者的条件是什么 松下这样回答道 经营者善用比自己能力优秀的 和自己天分不一样的人才 领导力大师约翰·麦克斯维尔博士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 一位领导者的职责不是无所不知 而是能够把那些能知你所不知的人才吸引到麾下 你可以不懂账务 也可以不懂技术 营销等 甚至可以不懂管理 但你的身边要有这样的专业人才 这一类人才能够把你的想法变为现实 是一群能够创造财富 帮你赚到钱的人 这样的人才 最好一个不要少 少一个你就无法成就你的梦想 实现你的目标 第二类人才 有另类思维 敢于和你唱反调的人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教授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 在留下你的印记中提到这样一项研究成果 当每个人都表示同意时 尤其是为了顾及大家的面子而表示同意时 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为了证实这个论点 研究人员组织了50组学生模拟凶杀探案 他们发现这些人当中具有多元社会背景和经验的人 最有可能破解案例 而由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小组 不仅容易出现错误 而且更容易坚持错误 库泽斯和波斯纳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身边聚集着一帮只会随身附和的人 那么你失败的概率就会增大 就如著名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说的 一个领导者要想迅速没落 最快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被一群应生虫包围 问题糟糕的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被人追捧的感觉 而且他人也乐于为之 许多领导人无法超越自己 恐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许多人可以做到聘用比自己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 但却很难做到聘用那些喜欢和自己唱反调的人 这是因为反对声音会让你不舒服 那些喜欢和同事 尤其是与自己的上司唱反调的人往往会受到排斥 只有那些优秀的领导人懂得这其中的价值 王石在道路与梦想 我与万科二十年中提到万科原高层管理人员冯家 三进三出的故事 许多人不理解王石为什么会对朝其暮处的冯秀才这么容忍 王石回答说 因为冯家具有逆向思维的特点 喜欢唱反调 在你说好的时候 他会说不好 在你说不好的时候 他会说好 美国著名企业家李爱科卡很自信 甚至显得有些张狂 但是李爱科卡总是在身边保留一些异己分子来时刻提醒自己 他在什么是真正的领导中这样说道 我在商界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 如果你的团队只有一种意见 而且通常就是你的意见 那你就应该警惕了 毕竟你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意见 何必花那么多薪水聘请一群和你意见一致的下属呢 唐太宗和魏征是一对历史上有名的君臣 魏征对于太宗 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 只要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 都会马上提出纠正 是一个敢说敢言的人 即使这样 太宗还是把魏征留在身边 他先后二百多次向太宗觐见 被太宗称为可以知得失的镜子 太宗非常喜欢打猎 也非常喜欢玩一种叫做药婴的鸟 为了这个示好 他还特地成立了一个药方 派专人饲养着大批的药婴 有一次太宗带药婴出去玩时 就叹息着说 爱 玩药婴的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总没个够 可见他沉迷之深了 一天 太宗得到了一只小药婴 非常喜欢 正放在手上逗着玩呢 忽然看见魏征走过来了 便赶快把小药婴藏入怀中做好 可是魏征远远地早就看见了 于是就故意把话题拉长 讲个没完 好不容易等魏征走后 太宗急忙把怀中的小婴取出 一看 哎呀 小婴早已闷死了 经过了这件时候 太宗终身都不再玩药婴了 你可以很聪明 也很有能力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 也有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所不及的地方 在你身边多几个有另类思维的人 会让你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这一类人才敢于挑战你的想法 指出你思维上的盲点 帮你做出更正确的决策 这样的人不能没有 但也不宜太多 多了你可能会麻烦不断 除非你能够很好地驾驭这样的人 实际上 那些有特殊才能和另类思维的人 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 需要你用心去寻找 当你的身边拥有众多这样的人才时 你就会成为像杰克·维尔奇说的那样 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鹅 而不仅仅是一个会叫的鹅 当然 即使你寻找到了这样的人才 你还要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要保持这两类人才 与你和你的团队有着相同的价值观 如果价值观不一样 特殊才能和另类思维 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 起到相反的效果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 就看他能拢住什么样的人才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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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